南韓医疗风暴越烧越烈 全国100间实习医院 有超过7成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 集体提出离职 根据韩联社报道 这8816人中 已经有7814人未到班 而南韩全国大约有 1.3万名住院医师 95%都在这百间医院工作 受到集体请辞离港的影响 就怕开天窗 熟人五大医院被迫取消 三到五成的手术 癌症病患怒批 这是要他们的病情恶化吗 不只如此 南韩卫生福利部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七百多名医生必须返回岗位 否则将吊销衣食执照 除了下达复工令南韩政府也提高紧急诊疗报酬金额 以及住院医师业务的医师补偿金等试图降低罢工所造成的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